最新消息来关注是七月底的时候 卫福部曾经开放 说有紧急出国需求的民众 可以持机票证明 到医院接种第二剂的疫苗 但现在却被爆出来说 有人根本就是钻漏洞 因为他们跟旅行社买了短程的机票 以出国名义 预约到医院施打之后 结果打完疫苗再去退票 明显不符规定 国内疫苗库存吃紧 不止第一剂打不到 让不少人也苦等不到第二剂 这样的施打速度 让必要性出国的人搭击受阻 本土爆发三个多月 不少商务人士跟留学生出入境受阻 七月卫福部开放出国紧急接种 如果是有急迫性 需要提前打第二剂 到医院网络挂号 附上机票证明就能打 但现在却被爆出 有人钻漏洞 打了疫苗以后再去退票 那退了票就跟大家扣手续费 你就想要插队 你又不是真出国 那对那些苦苦在等的人 非常不公平 这方便之门让想出国的人解了套 但也给不是要出国的人有洞可钻 从旅行上买短程机票 到医院施打疫苗之后 再回去办理退票 付上几千块的手续费 免出国也免隔离 甚至有民众指出 这就是在台大医院打的疫苗 院方也做出回应 民众持14天之内的 本人的要出国的机票 那我们的那个疫苗的 我们诊那边会帮他认证之后 让他施打第二剂 相信民众提供的这个东西 因为事实上他打了疫苗回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光评机票就闯关成功 院方难查验真假 也无权拒绝施打 这类情况恐怕也难以杜绝 第二剂疫苗基本上 时间稍微晚一点 但是一定都会打得到了 那不用这样大费周章 这样也是一件骗人的事情 这样是不好 刻意钻漏洞要如何防堵 恐怕得定出更严谨规则 但这也反映出 在国内疫苗荒之下造成的乱伤 记得林夕环黄玉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